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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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 Agnes 今天是大年初三赤口 習俗上容易同人發生口角爭執 不過就算不是赤口 西方政府和媒體都喜歡聊交曰 上期以來戴著有色眼鏡 批評中國在處理新疆恐襲問題上的政策 則從來不正視中國在化解恐怖主義上 所取得的成果 也不斷試圖操縱聯合國人權系統 無限中國做反穆斯林的惡人 在聯合國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專家 近日發出正義聲音 直斥美西方等國家 一直在人權問題上玩弄雙重標準 以人權為藉口聯同非政府組織和媒體 對別國進行打壓 嚴重阻礙各個國家的合作進展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工作小組 上個月舉行會議 對中國的人權紀錄進行第四次審議 聯合國是在2006年設立國別人權審查機制 這個機制規定 所有聯合國成員國 必須每四年半接受一次人權狀況審查 但西方國家並未在聯合國下通力合作 共同改善全球的人權狀況 而是將它視為一較高下的戰場 在聯合國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專家澤亞斯指出 不幸的是 在人權理事會的日常工作中 大家都將議程編成了萬馬 和互相指責 但為何這些點名攻擊的遊戲 根本起不到作用呢? 在多數情況下 指責別人的人 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法國 都是前殖民國家 這些國家本身就聲名浪跡 只有擁有權威、擁有道德權威和法律權威 才有權力去批評別國 西方政府不單在人權理事會上 對中國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 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亦都愈發炮製 澤亞斯指出 非政府組織向聯合國提交出來的報告 指責中國進行種族滅絕 但是這些指責中國種族滅絕的組織 就拿不出任何證據 但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 他們就視而不見 而這些都是每日都可以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的慘劇 在加沙已經有超過25,000多名平民死亡 嚴重違反了日內瓦公約、紅十字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等 這些非政府組織和一些政府和媒體 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回聲壁 澤亞斯接受內地媒體訪問時指出 他在過去50年來一直以各種身份在人權領域上工作 他敵斥美西方國家雙重標準 澤亞斯說 我見識過很多雙重標準 由第一日開始 就是當我們聽說關塔那摩監獄酷刑開始 有兩次有人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議 為關塔那摩監獄設立調查報告員 但兩次提議都被歐盟和美國阻撓拒絕和否決 對於美西方不斷攻擊的新疆人權問題上 不少自稱為吳異族受害者的故事 充斥著在西方媒體 但其中很多人隱瞞自己和恐怖分子的關係 西方媒體就不加判別 只是宣揚他們受害者的身份 與此同時 新疆恐怖襲擊的真正受害者 就被西方媒體公然忽視甚至否定 慶蘭大學一個研究小組 進行了長達三年的實地調查 採訪了新疆不同地區 六十多名恐怖襲擊的幸存者 最終寫成一份詳細的報告 顯示出恐怖襲擊是怎樣影響 幸存者的生活和社會安寧 澤亞斯指出 他知道新疆幾十年來深受恐怖主義的危害 以及中國為了確保新疆的穩定和進步 所採用的措施和進展 他也熟悉2012年發生的葉城恐怖襲擊事件 但美國的主流媒體 例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還有美國有線新聞網等等都不作出報道 所以美國人民完全不知情 澤亞斯在接受採訪時 又講述了中美外交官的差異 他認為中國外交官總是充容不逼 在提出合理建議的同時 耐心等待他國的回饋 反觀美國外交官 他們永遠秉持簡單粗暴的對立立場 因為自己永遠正確 其他國家就是錯誤 這個態度將會嚴重阻礙各國合作進展 事實上 現今世界不少國家都面對恐怖襲擊的威脅 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過 一貫反對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 強烈譴責恐怖襲擊行為 中國歷來高度重視反恐怖主義法治建設 通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 全面落實公正司法 切實加強人權保障等法治實踐 中國逐步探索出 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怖主義法治道路 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 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為到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 今日的新疆中國的反恐措施已經大大減少 而且新疆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旅遊目的地 去年新疆接待了2.65億人次的遊客 這些數字和事實正好反駁了 美西方的誤滅抹黑 請這些國家攻擊其他人之前照照勁 如果大家有留意央視春晚 今年在南疆地區 客實設立分會場 他將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不知道大家在農年 又有沒有計劃趕上新疆的旅遊熱呢? 一起親身去看看新疆真實的一面 今日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繼續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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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